八百七十一集 要不是当时目睹全城的李千浩 会声会色地和何锦奇描述了当日的情形 何锦奇恐怕根本难以相信啊 两个人吃完饭之后 见已经七点多了 再没再耽搁 动身朝着地下乐园出发 何锦奇开车 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 带着林雨来到偏僻郊区的一家喜玉城 只见这家喜玉城 占地面积很小 总共只有两层 装修也非常简陋 跟路边摆着大众喜玉牌子的小店比 抢不到哪去 而这栋喜玉城方圆一公里之内 就再也没有其他建筑了 只有他自己古灵灵地立在那 显得有些诡异 林雨看到这幅场景 直接愣住了 皱着眉头惊讶地 冲何锦奇说道 锦奇 这 就是你说的那地下乐园呢 还是说 你想去地下乐园前 先洗个澡 想啥呢二哥 这里就是地下乐园 何锦奇冲林雨笑着 林雨闻言眉头一簇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沉声说道 莫非这地方原先是一片乐园 现在被拆了 快不得这四周这么空旷呢 哪有什么乐园啊 这就是地下乐园 何锦奇把车停在了洗玉城的门口 指了指那儿 静止带着林雨走进去 一进门 便有一个年轻的服务员迎了上来 热情地笑着 两位洗澡吗 何锦奇没接话 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递给他 服务员看到这卡片之后 面色突然一变 脸上的笑容也收起来 整个人变得冷峻无比 跟先前的表情截然相反 冲林雨和何锦奇一身手 沉声说道 两位请跟我来 说完 他带着林雨和何锦奇 直接朝着里面澡堂子走去了 林雨不由得心头狐疑 不知道这服务员怎么转变这么大 但是他也没多问 跟着服务员快步地往里走着 可能是因为这家洗玉城地处偏僻的原因 澡堂子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池子里的水倒是烧得很热 冒着热气 服务员带着林雨和何锦奇 穿过了浴室 走到了里面的更衣室 脚步没有任何的停滞 朝着更衣室内侧的墙壁 直接走过去 林雨不由得心头诧异 他不知道这服务员到底要做什么 只见那个服务员走到墙跟前之后 伸手在墙上摸了摸 只听到嘎拉一声巨响 墙面突然出现了一道门 缓缓地往里面挪去 接着一个富丽堂皇的通道 便出现在了林雨和何锦奇的面前 只见这通道两侧贴满了高档的瓷砖和花纹 荣制的墙贴 通道两侧是两排做工精美的黄铜碧灯 跟外边整个浴场的装修 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林雨不由惊诧 他实在没想到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破浴池 竟然别有洞天呢 也难怪他四处跟人打听这地下乐园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两位请 服务员十分恭敬地 冲林雨和何锦奇做了个手势 走吧哥 何锦奇呢 嘿嘿一笑 把车钥匙扔给了服务员 接着拽着林雨 直接往通道里面走 他们一进通道 身后的石门再次嘎啦一声 关紧了 林雨很想问问何锦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不过知道一会儿进去 就什么都知道了 也就没多问 直接跟着何锦奇 快步地往里走去 整个通道很短 往里走没多远 就得右拐 一拐进去 便看到里面 有一扇厚实的大门 两个身着黑色西装的 标形大汉站在门前面 看到林雨和何锦奇之后 冲他们两个人一伸手 接着要过了 何锦奇手中的那张黑卡 在自己手上的仪器上照了一下 只听到仪器发出了 滴的一声 这才赶紧把门推开 让林雨和何锦奇进去 林雨和何锦奇还未进门 便听到了 里边传来了一阵 极其热闹的喧嚣之声 等往里走了几步 穿过了一个很短 而又幽黑的通道 随后眼前陡然一亮 只见他们面前此时 出现了一个螺旋状的楼梯 而楼梯下面 是一个装潢的 富丽堂皇的大厅 单从占地面积上来看 这大厅的面积可能 要大于华夏 任何一家酒店的宴会大厅 足以容纳数千人 而这个大厅的层高 出奇地高 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 这也是林宇和何锦奇需要从楼梯上下去的原因 只见整座大厅里面 两侧摆满了酒水 茶和冷餐 而一群身着华贵的富人 正站在下面聚在一起 端着酒 互相地交流着什么 有说有笑地交谈着 俨然好像是富人的聚会 在大厅的另外一侧 有专门的休息室 高端台球区 高尔夫模拟区 以及摆满了赌桌的赌博区 怎么样啊二哥 还行吧 何锦奇看到林宇有些吃惊的样子 冲他笑道 这就是一直苦苦寻找的地下乐园 以前我没事经常来这玩 但是被我二爷知道了 教训了几次之后 我就再也不敢过来了 说着他嘿嘿一笑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又不是帮你办事吗 你二爷为什么不让你来这儿 林宇眉头微微一簇 这地方看起来 没什么不对头的嘛 不就是一个比较秘密的 高端人士聚会场所吗 唯一一点不太好的就是 有个赌博区 何锦奇压根儿没有回答他 兴奋地冲楼下大吼一声 小爷回来了 说着他便拽着林宇往下面走去 神情间兴奋不已 显然再次回到这儿 但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哎呦 这不是何大少吗 哎 不是发誓再也不来这种地方了吗 今天怎么又过来了 林宇和何锦奇刚到楼下 便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略带讥讽的声音 而且听起来极其耳熟 林宇和何锦奇回头一看 说话的人竟然是张义堂 而此时张义堂身旁还衣服着一个 身着粉色短裙 围着额毛披肩长相十分艳丽的女人 胸口毫不顾忌地狠狠挤在张义堂的胳膊上 显得亲密无比 何锦奇看到张义堂的刹那 没感觉到惊讶 但是在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 反而感觉无比震惊 随后脸上斗然间浮起了一丝怒气 冲得粉衣女子怒骂一声 贱人 何锦奇 你他妈的对我女朋友说话客气点 张义堂面色一寒 冲何锦奇怒声呵斥 天天甩了你 说明你自己没用 放你娘的狗臭屁 何锦奇怒骂道 这个贱人老子早玩腻了 是老子穿剩下的破鞋 张义堂 没想到你还耗这口啊 何锦奇 你当老子不敢揍你是不是 张义堂眼一瞪 握着拳头做事要动手 就你这废物 也配 何锦奇冷哼一声 面上没有丝毫的距异 义堂 这个时候 张义堂的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声呵斥 接着便看到了一个死方脸 面色白净 缓缓走过来 正是张义堂的堂哥 张义婷 林宇看到他微微一睁 显然没想到他也会在这儿 何先生 别来无恙啊 张义婷冲林宇打了个招呼 说话间 双眼微眯 寒光四射 想起了上次拍卖会上 被林宇出尽了风头 抢走那尊神王鼎的事 张义婷 仍旧恨得牙根痒痒 本集结束了 Bye Bye